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没有福气的人 通常这四个特征很明显 你看看你有中了几个吗 我们在说一个人生活幸福的时候 都会说这个人非常有福气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福气究竟是什么 其实福气是看不着摸不到的 却在日常中影响我们的生活 有福气的人常常都有这好的运气 生命中总会遇到贵人的相助 没有福气的人 往往和自身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 不及时改正 也就会让自己的生活寸不难行 一般喜欢狂妄容易自大的人 他们就很容易遭来祸端 越是唯唯诺诺的人 就会丧失自己的原则 越是瞧不起别人的人 自己往往越是失败 所以在生活中 我们要懂得处事之道 才能有好的福气 很多人都抱怨自己的命不好 然后去眼巴巴地羡慕别人 其实很多时候福气都是自己争取的 作家盲目曾说过 上帝馈赠给我们的每一份礼物 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当我们选择了安逸 那么注定就跟奋斗无缘 选择了好吃懒做 那么这一辈子就注定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能靠着自己的双手去打拼 前路就会一片光明 所以福气的好坏归根结底 都是自己一手创造的 往往那些没有福气的人 通常会有以下四个明显的症状 如果你也有 希望及时改正 一 不满意现状 还好事懒做 我们做人一定要懂得知足藏乐这个道理 这个世界上 无论你有多么的富有 如果不懂得知足 那就会活得不快乐 当然 无论一个人多么的落魄 只要自己乐观 就会有前进的动力和勇气 而活得痛苦的一类人 毫无疑问就是好吃懒做 还不满足如今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如果不去实现与行动 那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可怕的是内心又向往富有的生活 这样就会让我们整个人变得自暴自弃 所以这种人好事懒做又不满足现状 就会慢慢地消耗我们身上的福气 做人就要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生活 去拼尽全力与奋斗 因为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馅饼下面就是陷阱 所有的一切都要用我们的双手去打拼 二 负能量满满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正能量 也有负能量 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负能量展现出来 就会影响我们的人生 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身边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这些做法不仅会影响我们自己 还会影响我们身边朋友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有向往和喜欢接触美好的事物 无论人何事都需要面对积极的一面 这样才更容易让身边的人亲近自己 一个人越是消极就越没有福气 一个过度自负的人 往往很难能够准确地认知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不管在什么方面 他们总会认为自己是非常好的 但当一个人过度地谦虚 那么便是非常自卑的 一个人过度地自私 那么自然就属于盲目自大 这两者都非常的极端 所以我们做人一定要就事论事 过度地自负是会让身边的人侵蚀自己 因此而让自己陷入十分悲惨的境界 四 没有道德的人 我们所说没有道德的人 他们往往在生活中对待别人尖酸刻薄 这种人在生活中往往没有福气 身边的人随后也会远离 而且福气这种东西 一定不会降临在这种人身上 一个人的福气往往来自于个人的修养和品德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学会待元宽厚 多行善事这样就会有福报 而待人刻薄自私自利的人 他们往往没有福气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 有些人生活顺风顺水 而有些人痛苦的一辈子多灾多难 其实等我们想明白以后 就会发现这与我们日常行为与内心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人一定要有一颗宽容的心 如果我们凡事斤斤计较从不失一点亏 心里容不了别人和事情这种人通常很难成就大事 总是一直占小便宜 这样的人终生也会没有朋友 所以当我们身上有以上这四种缺点时 一定要及时改正 做一个宽广有格局的人 这样自然而然的福气就会来到我们身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